哈啰 大家好 我是Ali 有些朋友知道呢 我还蛮习惯在淘宝上面买东西的 如果只是买买小东西那就算了 但是我连我家的浴柜还有餐桌 我都是在淘宝上面买 就有朋友问说呢 这样运回来真的划算吗 如果真的遇到产品有问题 可以退货吗 品质应该要怎么保障呢 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 这几年我在淘宝上面买家具的心得 插播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我会在这里分享房地产的知识跟经验 以及在工作跟生活中怎么样开源节流 打造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呢 欢迎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哦 我先说一下 虽然呢我有蛮多的家具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但是呢比起很多大魔王等级的 我真的呢算是小咖咖而已 什么意思呢 我有朋友啊 他连他家的沙发 他的衣柜跟他的书柜 还有像餐桌 这些呢全部都是在淘宝上面买 然后呢在寄货柜寄回来的 所以呢比起这种大魔王等级的 我呢真的算是小case而已 但是呢也的确在这几年呢 我也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些家具 而且呢为了要录今天这一集 我还特别看了一下 我之前呢在淘宝上面买了什么东西 真的有很棒的 但是呢也有很鸟的 这些年我买过什么东西呢 包含像 玉柜 镜子 摊桌 茶几 高脚椅 还有小孩的教具 还有像画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东西 首先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在淘宝上面买家具有哪些优点呢 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小户型的选择相对多 如果你在淘宝上面的关键字 搜寻小户型的话 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小评书的空间 专用的家具 包含像是折叠桌 或是呢小尺寸的浴柜 或是像这种子母桌的茶几 专用来说 像大家看到的这一款浴柜跟静柜 它的宽度呢只有45公分 在台湾呢真的不是很容易找到这么小空间专用的 有些房子的浴室呢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呢又希望可以有干湿分离的领域设计的规划 这时候呢洗手台的空间就势必一定要缩小 这款浴柜跟静柜呢 它的宽度只有45公分 所以呢真的非常非常迷你而且呢装起来之后也蛮好看的 还有像我家的这一款折叠桌 我总共买了两个 也觉得很好用 也很好收 这个呢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 设计感 虽然呢大部分淘宝上面的家具都是Made in China 都是在大陆做的 但是呢还是有机会可以挑到有设计感的家具 或者是单品 所以举个例子 像这一款镜子 我放在我家的浴室 其实呢我找这种简单款式的镜子已经找很久了 因为呢我家的浴室是灰色的瓷砖嘛 所以呢一直都想找这种雾面的黑框 然后呢方形的镜子 终于呢在淘宝上面看到这一款 而且呢它跟这一组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浴柜 意外的非常的搭 我用了这两年多来呢觉得还蛮好用的 算是还蛮满意的 另外呢这一组高脚椅 还有呢子母的茶几也是 我找了很多台湾的网站 真的不容易找到喜欢的款式 后来呢也是在淘宝上面找到了 我想呢有可能是因为淘宝上面呢 有很多也是学设计品牌的复刻板 或者是呢有一些工厂 它真的是很好的工厂 本身呢也开始有一些设计 跟有一些工艺 所以呢比较容易找到喜欢的款式 第三个优点呢就是 画的选择特别的多 我很喜欢在墙上挂画 尤其呢是客厅 你只要选几个好看的画 再搭配呢有跳色的主墙 其实呢就可以让客厅很有设计感 这个呢是绝对不败的方法 这是我上一个家的客厅 蓝色的主墙再搭配植物的画 你会觉得空间呢好像还蛮清新的 而且呢每一片叶子 其实都有它的含义 包含像是幸运啊健康啊友爱啊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祝福跟喜欢的含义 还有像我新家的客厅的这两组画 其实呢也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呢淘宝上面的画的选择 真的相对多 所以呢也比较容易挑到喜欢的 第四个优点呢 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比较有感 就是呢可以送便买小朋友专用的教具 之前呢为了要买玉柜 餐桌这一些东西 所以呢在逛网站的时候呢 意外的发现呢 淘宝上面有很多小朋友专用的教具 其实呢我之前在台湾也有看到类似的 但是呢价格呢 大概是淘宝上面的10倍 那因为呢刚好有在规划游戏室嘛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些教具 所以像是我家的攀爬架啊 单杠啊滑板啊 或是有一些小教具 其实呢都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淘宝上面的教具呢选择非常的多元 而且呢东西收到的时候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塑胶的意味 所以呢觉得它的CP值其实还蛮高的 那在淘宝上面买家具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个缺点呢 就是最好还是要试算一下 包含了运费之后是不是还划算 举例来说 大家可能想说 哇在淘宝上面买玉柜 玉柜一干非常的重吧 这样它的运费会是多少钱呢 我先说一下 其实呢我蛮习惯 先把东西呢先请店家 先运送到集货业者的仓库 然后呢全部集合之后 再请这个集货业者 把他仓库的东西一起打包 然后寄回来台湾 那寄回来台湾的这一段运费呢 就会依照它的重量 还有它的财积来计算 所以以这一款60公分宽的玉柜来看呢 光是这一款玉柜 还有它本身的包材 它的重量呢就是47公斤 所以呢它的运费的费用呢 实际上就是 人民币960块 再加上这个玉柜本身的价格 人民币1580 两个相加呢 折合台币大概就是11000 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台湾买的话 这一段运费呢就可以省下来 但是呢如果你刚好在淘宝 看到了喜欢的款式 而且呢尺寸也刚好合用的玉柜 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可以折中考量一下 再决定要不要买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如果你买的东西 是电器用品的话 要特别注意它的电压 还有呢它插头的规格 淘宝上面的电器 都是中国专用的电压 就是220 但是我们台湾的电压呢 其实是110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拿它来用的话 就必须要搭配专用的转接头 或者是所谓的生压器 那因为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有点麻烦 而且呢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到 电器的功率的话 其实呢蛮容易烧掉的 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在淘宝上面 买电器的话 要特别注意它本身呢 是不是110跟220通用的电压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灯的话 那收到之后呢就自己把它换成是110的灯泡就好了 另外呢在订购之前也记得要问店家 可不可以把它换成台湾专用的插头 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变成自己买回来之后 要再自己接转接头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运送的过程 如果真的有破损的话 通常呢就会变得有点难申诉 或者呢有点难要求赔偿 我运送这些大型家具以来呢 其实只有一次是真的遇到有瑕疵的 就是呢这一款子母的茶几 那虽然呢我有留言申诉 也有要求要赔偿 但是呢后来其实还是不了了之 另外还有一次呢 其实是这个玉柜的抽屉 在收到之后呢 感觉它的滑轨好像有点松脱 不过呢因为那时候我的工地还在收尾嘛 所以呢我就请厨具的厂商 帮我稍微调整一下 后来就没事了 那因为呢买了这么多东西以来呢 只有一次算是真的有问题 所以呢整体来说 我对于它打包的品质 跟运送的品质 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 第四个缺点呢 就是有些商品的品质真的很不好 举个例子呢 我之前买过这一款立登 其实呢我找了非常多款 终于看到这一款呢 感觉还算蛮喜欢的 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它的卖场的评价 感觉还OK 没想到收到之后 真的觉得商品本人 跟卖场上面的照片 长得很不一样 但是呢它随货 还有附上一张很可爱的卡片 文案很强 但是呢商品很瞎 后来前几天呢 我又特别上了一下它的卖场再看一下 发现呢这个卖家的店已经关闭了 所以呢就跟大部分的网购一样 还是有可能会踩到雷的 只是呢从台湾退货 寄送回去的成本真的太高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会不了了之 摸摸鼻子就认了 而这个缺点呢 也跟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五个缺点有关 就是呢你千万不要在淘宝上面 逛着逛着就顺便买它的衣服 因为呢真的真的会后悔 以上这几个呢就是我这几年在淘宝上面买家具的心得 最后呢我发现只要是在淘宝上面的热卖款 通常呢在虾皮或是其他的购物网站好像也都找得到 可能是淘宝的卖家 后来呢也有经营不同的平台 或者是呢有人专做淘宝的代购 然后呢再一起集运回台湾卖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在淘宝上面看到喜欢的东西 也可以在虾皮或是其他的网站上面 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或是一样的 大家曾经在淘宝上面买过什么推荐的东西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的地方跟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按赞跟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